本土,民主,反共 保留政治,民生起義 My Radio,2016 喂,大哥,今天幾號 20號了 喂,大哥,你交了節目月費了嗎 交了,你還沒交嗎 喂,大哥,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 Radio看現場版 你幫我交一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還沒交的話 就請到 你還沒喝滿 四眼XXX Hello,歡迎收聽、收聽 逢星期二晚的四眼XXX 今集有Bonix 可能大家都不覺得奇怪 因為我和Bonix都一起做過幾次節目 有幾次這麼多嗎 還有在熱血時報都有做過 什麼時候 專門為你而做那集 那集說佔領銅鑼灣的 很大堆 你也沒有出聲 因為有你在這裏 所以就爆創的 不是啦 你沒有出聲 泰國那天都沒有出聲 我有出聲 我的聲音不入咪 因為我沒有咪 第一次就和你單獨做節目 就是兩個人 因為其實 我認識你 其實不是認識了很久 他開始想割席 我打完他之後 他開始說我不認識這個人 對 但上兩個星期 你在我最忙碌的時候 你身為我的拍檔 竟然 竟然不在香港 這次我專門 上兩個星期很難頂 下去 也算啦 你回來還要把我掠PP 你會問 為何做得這麼差 又发佔我廿多巴 我會教你 別人會説 你應該要扔 Bard discovery 小心 你有人教我 那你問我 我親自教你 你這樣 其實不會對我的臉 然後我眼鏡又可以飛脫 這個 但你不是,你每次都會承認 就真的是啪啪聲 真實這樣 我就知道你對我的怨恨 就是拉你下水 所以你要公佈私仇 剛剛星期日我們這個 港島區的鄭錦滿地區辦事處就開了 其實都是宣傳我的名字 實際上就是公佈制憲的港島區總部 對,籌備工作的總部 名字叫鄭錦滿地區辦事處 就是因為要宣傳我的人 大家明白 那你真的要在那裏工作? 有,我每天都在那裏工作 但我就是不見你在那裏工作 尤其是有圖有真相 你不明白我已經有真相 然後有些傳媒訪問我們 都是問一些花生的事 就是問我們有沒有什麼火花 或者什麼化學作用 都是問我們的感情生活 其實大家都知道那些都是Model Answer 他們又不知道 其實我認識了你又不是很久 真的不是很久 而且我其實不可以說很認識你 你真的知道我的名字 我什麼時候才知道你的名字 好像是宣佈 你為什麼要問我 好像是你宣佈說 會幫我做港島區的宣傳工作的時候 我才知道你的名字 之前我只知道你叫Bonix 因為我在《熱血時報》做了幾年主持 以前都是用Bonix 因為中文名字比較喬喉 而且一開始他們是說我的花名 我用了幾年 荷蘭梅 什麼邦力子 那些 荷蘭梅 一開始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會叫我Bonix 用了幾年才矯正大家的錯覺 用Bonix 其實他們現在都要叫其他名字 我以前聽《熱血時報》都沒有聽你的節目 那你理解一下 我不是看樣子來聽節目 我節目是看的 因為有很多圖 我以前沒有聽你的節目 我知道有一個主持 美女 但是我沒有聽你做節目 我以前聽 甚至乎我在澳洲聽《熱血時報》 其實是聽很久 初期有個叫1830特工隊的節目 之後就轉型了 叫做港珠上旅行 因為那時候想聽一下Working holiday的東西 特別多香港人去澳洲 就聽過那些節目 一直都沒有聽你的《索書號傳》 但是突然間 有一次我看到你們 透過《熱血時報》舉辦一個 《索書號》節目的名義 舉辦一個天台電影分享會 那時候我打算和我女朋友去參與 這個《天台電影分享會》 報了兩個位置去 而且那個是免費的 最重要是免費 《熱血時報》就很少免費 你知不知道為何免費 我不知道 只看到免費電影就去 那也是去 因為平時我會 網上Facebook有些公開 可能劉國賢寫一個評語 有機會抽到免費戲票 我都會做 關於電影免費我就去 所以我就去 後來因為 你是電影節目 會拍攝通行政的朋友嗎 在香港會 還有我在澳洲 我會買一張票就看了全日戲 都不出來的 我可以早上十點看早場 然後看五六套戲才出來的人 跟以前那些看鹹片 但又不是鹹片 鹹片看那麼久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好 那就不太認識我 但第一次就是在天台分享會 但你記得是遲到的 我記得 是遲到 遲了開場的 我來到已經在播放 已經大概做了半小時左右 嗯 差不多 那天是看一部日本電影 叫做 惡人 對 這樣 對 都沒有什麼交流 當時都沒有什麼交流 然後抽獎 我抽了一塊 不知道要去哪裡 銀包仔 你一定有很多收這些小禮物 因為你有很多粉絲 不是 有些是平時 其他工作是贊助的東西 有些是那一天抽 有些是設計書 有一大箱 我那天有沒有跟你說話 說了兩句 你好 你好 然後就沒有說話 沒有一些 認識對方的交談 然後就 整班人去吃飯 我都不是在你旁邊 也沒有什麼 對 吃完就離開 其實我那天是有些想去主動跟你打招呼 一來 因為我完全不熟悉這個新的朋友 我那時已經在熱血時報開了嗎 對 我大概知道大家的計劃和計劃 會是怎樣走的 我覺得我都應該認識這個朋友 但就沒有 而且我對男生會有些解心 而且我那時覺得你是奸 為何覺得我是奸 因為大家看看他的樣子 所以就要這樣 他的樣子有些逆症逆邪的感覺 是奸 其實我是奸 他現在宣傳斯文帥 現在四眼哥哥 不是 我是反骨仔 潛在反骨仔 對 他的樣子很潛在 有些反骨仔的感覺 而且對於熱血以外 或者普朗以外的一些朋友 始終都不太認識 我沒有去到一個政治宅 我覺得我自己在政治圈子裡面 社會或者政治圈子裡面 不夠其他手足那麼窄 有很多花生的事情 越窄就越認識多人 或者更加了解關於 這個和這個 原來又不對的 你知道很多這樣的事情 但我自己又不是十分之投入 所以對一般的外來人物 都會有一個戒心 你的樣子又有些 正常 因為跟我合作員 通常都吵架收場 我很害怕 所以就不太想 你覺得我奸在哪一方面 就是樣子覺得奸 對 我覺得你是會做一些出賣 或者潛入 潛入收取 套取資訊 通常是被人出賣 對 但認識後 我發現原來這個人是 昂糕 真心交流 這個程度也有 補足了我的形容詞 但那一天其實不是一個免費活動 嚴格來說 不可以我完全免費 其實是一個回贈金主的行動 但我沒有課金 我相信你應該不是我金主 有聽過 有減來聽 有可能聽過某幾本 我有曾經看過的書 但就不是一個我長期會聽的節目 嗯 其實都是正常的 索書好 你現在沒有做 現在沒有 可能遲些 在我們的地板 另外一個平台 叫做讀品交易 就會講多些關於閱讀的分享 我也積極籌備 既然我的地板事處都分了一半 給你做讀品交易 我們這個節目都抽半個充費 給你一節做 做什麼 讀品交易 那我就可以做少一節 你怎麼可以這樣 我們現在已經很有談無尊 他們教我 我不可以什麼都自己做 我要把工作分配到 給有能力做的人去做 這個才是我的工作 我可以專心做我應該做的事 不要打折我 我先說一下 我那個活動其實是回貴金主的活動 但我都公開歡迎所有支持者 上來一起分享電影 那一天 而索書好可能遲些都會在地板 有一個合作 大家密切留意 讀品交易的頁 另外一件事 我們從頭到尾都還未講 正錦滿地區辦事處的準確地點在哪裏 好 準確地點就是在西灣河 沙基灣道 38-44號 華塘大廈 1樓 01-02室 沒錯 由於我們在剛剛這一節裡 很雜亂無章 我們不如說回本來今天想說什麼 因為經常四眼 什麼什麼 我到現在都沒有聽 我的節目沒有主題 我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先休息一會 朋友